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晚上10時 豬仔也要介紹我的彩蛋片推介 準備發電郵便下班 我保定課復活節後 可以介紹給大家 今次的彩蛋片推介 也是豬仔的私人珍藏系列 是一隻波的 Engineer 2 Genesis 系列 Engineer 2 Genesis系列 是一隻瑞士製造的波 大家介紹一點 波其實已經在1981年 在包裝箱上也有寫到的 有波的標誌 這隻就是一隻 豬仔的 Engineer 2 Genesis 也是一個Black Dial 豬仔說過 如果存這些私人珍藏系列 不論在網上必要 或者去旅行購買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最原本的顏色 有一段時間我草表很喜歡 儲存最原始的顏色 包括我手上的這隻波 這隻Engineer 2 Genesis 就是一隻擁有COSC認證的一隻波 這隻天文台級別認證 就是定下了一個準確時計的標準 好了 43mm的直徑 等下再讀一下 看看它的官網和我讀出來實際的 有沒有不同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波很多時候都是做100米的防水性 但它都做了螺旋式鎖標 和螺旋式鎖底蓋 例如天梳 尾道 甚至乎Longjin 它們都會做200米 甚至乎更多的內水性 雖然這隻標 不是潛水標 也好 但波很多時候都會做100m的防水 如果它不是潛水款的話 這隻標 採用了RR1102的機芯 都是一個自動的瑞士機械機芯 其實是基於ETA的機芯 ETA的機芯 28362的機芯 備有38小時的動力處能 在ETA的官網看 28362的機芯 就是40至42小時的動力處能 但波就寫38小時 可能比較穩陣 採用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一個非常清澈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很清澈的 另外再加上這次 採用了28支氣燈 微型氣燈管的波 大家都知道 波就是一個最出名的氣燈 或者Luminok 都是一個比較出名做氣燈的品牌手錶 而波這隻就是採用了28支氣燈管 用了1厘米厚的綠色野燈管制成 長達25年 所以6點位置寫了T25 我一齊來看看 寫了T25 瑞士製造 100米的防水 一齊來數一下 12支有多少支氣燈管 1、2、3、4、5、6 只有12支就有6支氣燈管 整個錶面 用了瓦克式的錶盤 有個內影邊框 12、6、9、3個數目指 對 形成了整個錶盤 再加上調子黑度 也是做了氣燈 時分秒針也是一個氣燈管 你看到 升旗日力槍 就放在三點位置 有個錶迷 今天已經急不及待 拿了一隻波 今天看看有沒有第二個錶迷 昨天看不及的 今天還有機會 微微向外彎曲 向外傾斜的 一個圓玻璃邊的位置 的不鏽鋼圈 採用了3.6L的不鏽鋼殼 今天的錶迷都說 玻璃的手感很好 很緊緻的一個 很紮實的錶帶 錶殼 上面也有 你看到 這個 你看到 這裡有一個螺旋式鎖錶棺 放在三點位置 一個鎖霸 100米的防水 但上面也有玻璃的Logo 這次ENGINEER2的秒針 沒端也有這個Logo 呼應 12點位置的Logo 和3點位置的錶盤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現身的側邊部分做了拋光 錶帶方面 你看到它 錶帶方面 都是做了一條實心的不鏽鋼錶帶 很紮實的 很厚身的錶帶 非常靚仔 H字形的拉絲花紋 中間那顆做了拋光 亦都做了一個蝴蝶接扣 沒有做到微調位置 它有半顆膠和一顆膠 這個少少美中不足 我覺得如果有微調位置 就會更加之好 先打開了 做了厚橋 很厚身的橋 另外我再拉遠鏡頭 錶底方面 看看它寫了些什麼 這次呢 昨天介紹的Engineer 3 就是一隻螺旋掌飛機 這個就是鐵路的手錶 Engineer 2 就是Genesis 有一個火車的浮雕標標 錶底做得很漂亮 寫了Since191年 一個125週年的週年版本 另外寫了Swiss May 多邊形的錶底 螺旋式鎖的底蓋 寫了Ball Watch 另外這裡有寫了 這個Inlumination 這個夜光照明 非常漂亮的一個底蓋 浮雕文摸下去 中間就做了瓦銀噴沙 瓦銀色的 還寫了125週年版 哪個位置呢 就做了一個拋光的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 整隻錶有些手感 今天這隻呢 就比起琴那隻小一點 但這個就沒有Spinlock 昨天呢 我講過了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 Spinlock 是甚麼來的呢 是一個球的專利 就可以看回昨天的影片 這隻不過呢 都具有5000G的防撞功能 當然就不夠昨天的Spinlock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老實說 戴這些錶 我們都不會戴得很粗魯 如果戴得很粗魯 去打球 游水那些 我們會選擇G-Shot Castle的手錶 運動型的手錶 所以這些錶呢 我自己覺得 OK的 有基本防撞功能 都可以接受 好了 但這個呢 就多了氣燈管 28支氣燈 好了 看看重量 重量方面呢 就是去到190g 190g 比昨天那隻輕身一點 昨天那隻過了200g 另外呢 輕微講一講 朱仔都不敢斑門弄斧 我都是上網做資料搜集的 究竟甚麼是穿氣燈呢 這個微型的氣燈管3H 波爾簡稱為3H的微型氣燈管 其實跟一般的夜光物料 是有大有不同的 究竟這個自體發光的微型氣燈管是甚麼呢 所謂自體發光的微型氣燈管呢 就是用了一個 暫身的雷射技術 做出一個暫身的光源 長達的小時呢 它自體會發光的 即是自然發光的 比起一般的 野光塗料呢 高達100倍的光度 和內容度 是25年的 所以T25 寫著了 在六點為止 寫著T25 但是是否真的 實際用到25周年那麼久呢 那我自己就 有少許保留 一般呢 我見有些波 和標迷去整標的時候 十二三年左右 就已經是 差不多會越來越弱 都會有些光衰 可以叫做 好了 好了 3H的自帶微型氣燈管呢 就是用了這個 Laser的技術 而然呢 它是一個自帶會發光的 一個氣燈管 在這個玻璃管那裡 塗了一個 野光塗料 我上網都做了一些 搜集的 也是做了一個 蜜蜂式的前計 冷光的材料 塗上了一個 是這個 利用了這個 二氧化碳 CO2的 一個雷射技術 去做了這個3H的微型氣燈管 這個氣燈管呢 簡單點來講 就是體積少 光呢 就比較光 大家會容易理解一些 還有呢 它不需要靠外來陽光 去補充的光源 也不需要靠電池去充電 像光動能一樣去充電的 一個微型發光體 好了 這個豬仔認知的 就在影片那裡講了給大家聽 如果呢 先戴上頭盔 如果大家熟悉這個氣燈的 你可以在這個留言區留言 補充 告訴豬仔聽 好了 這個講到這裡 這個標 就做了一個羅傳式鎖標關 向下轉動 放開了標關 踢起它 有停秒功能 一個 你當它是236的機心 2362的機心 向下轉動 轉到6點多鐘 這個位置 非常緊緻 半格我們教過日力槍 向下轉動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 教西班牙文 就跳西班牙文 我猜大家都提英文比較多 向上轉動 教日力 一格一格調 很好手感 教完之後 按進去 向上轉動 鎖上標關 非常滑心 三圈多才鎖上標關 教的時候 手感很好 昨天提仙我都試過 昨天和提仙都試過 教星期日力槍 有個標迷 之前我記得和我說過 他就說 為何過12點 不是馬上跳星期日力 因為他拿著那隻是精工 哪怕是6R的機心 他都不是馬上跳星期日力槍 那麼豬仔就試在這裡 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過了12點 6點了 再去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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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聲 12點左右就跳星期日力槍 好了 教完之後 按進去 向上轉動 鎖上標關 可以手上發條 38小時至40小時的動力儲能 好了 這個標的標競 重量是190g 標競比昨天的小 目測都比昨天的小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隻 週年版 125週年 另外 Ngineer 2有1269的數目指 氣燈管比較多 因為氣燈是球的賣點 42.7M的標競 厚度方面 13.8mm的厚度 脫脫脫就到49 所以這隻標 比昨天的小一點 試試戴上 14.8cm的手腕 好了 試一試 這隻Ngineer 2的Genesis 手錶 在錶底上 和火車標標 我自己覺得 比較喜歡 比昨天的螺旋掌機翼 當然有些人喜歡螺旋掌的感覺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 火車 因為火車的圖案 比較精實 我覺得 也是 屬於大標競 雖然不夠琴 那隻大隻 但也屬於大標競 的一隻球 好了 豬仔推介 這隻球 究竟多少錢 我上網找過一下 Ngineer 2的Genesis 現在在外國的網站 賣到1400多元 歐羅 亦都有 香港的網站 賣到18000元 都有 可能應該有少少折 好了 豬仔推介 超順價 比二手 因為我上網看到 有一隻有二手 二手都賣7000多 8000元 豬仔推介 6998 但比昨天那隻便宜 為什麼 豬仔也有解釋 那就是因為這個盒子 有少少美中不足 有少少折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看 講清楚給大家聽 這隻標放在這裡 那這個盒子 就裡面的時候 我打開發現 它有些折了 有些折了 有些折了 這裡有些折在這裡 那我沒辦法 豬仔都盡力去收藏 所以有時候 我就不太喜歡草盒 而且這裡有少少爆了 這些外皮有少少爆了 因為始終都收藏了一段時間 很難去管理它 那好吧 如果不介意的標迷 都是有說明書 那些 豬仔推介 吊牌也有 吊牌也有 那豬仔推介 這個 Engineer 2的 Genesis波爾的氣燈標 多少錢呢 6998 那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昨天如果趕不及的標迷 今天希望你看到我的彩蛋片推介 那麼 豬仔的 第二隻波爾推介 在我視頻裡面 那希望你喜歡 6998元 一個超順的價錢 全新的手錶 不要再問豬仔有沒有賣二手 什麼 二手幾錢 那些標是不是二手 豬仔沒有賣二手錶的 只是賣全新的標 好了 那喜歡這隻標的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盡快找我 手快又手萬無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和大家說一聲萬安 我們明天見 拜拜